欢迎收看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跟各位拜个晚年 那我们今天是第907集的播出 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计划制作 那我们谈什么主题呢 过去我们谈非常非常多 跟保险有关的题目呢 但是可能我们观众朋友 听到最多的 还是跟人寿保险有关的东西 那今天呢 我们要为您谈的是 其实如果你要建构 你的家庭完整的保障的话 不要忘记 找产险公司一样买通 其实产险公司卖非常多 对我们家庭很有帮助的商品 但是可能我们平常 很习惯的讲保险 就往寿险公司那边跑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了 我们国内三家 大型产险公司的负责人 三位CEO 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 CEO的电视论坛 那就来跟你谈一谈 我们怎么样用产险呢 来规划我们全家的 完整的保障 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我旁边最后呢 是平台产物保险公司总经理 叶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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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冲华你好 主持人 还有各位朋友 大家心里好 中叶一位呢 是台湾产物保险公司 总经理宋道平 宋总经理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旁边一位呢 是赵峰产物保险公司总经理 周正下 周总经理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 大家心里好 我们今天呢 真的是星光闪闪 这么庞大的阵容 谢谢三位百合中 来跟我们观众一起谈 怎么样用产险来让我们的保障呢 更完整的架构 那请教三位之前 我想我们先来跟观众一起认识一下 我们产险业 其实我们台湾的产险业呢 在全世界还是很厉害的 你看我们的这个渗透度 等一下我们可以请一下周总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渗透度到底它代表什么东西 产险在全世界呢 是排名第八 换句话讲就是我们 产险保险收入占我们台湾的GDP 就有到3.1% 但是比起收险 当然收险就厉害了 比产险多了10个百分点 是全世界第一名 有13.9% 这是我们台湾产险 如果跟其他国家来比 一点都不逊色 但是呢 我们把那个范围缩短到 跟我们国内的收险公司来比 感觉上好像就差一些了 这是我们去年 我们国内产收险公司的状况 那我们国内呢 一共有19家 目前一共有19家产险公司 那收险公司有30家 那去年呢 我们产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呢 是1198亿 差一点点就要到1200亿了 那收险呢 我们看新契约保费收入 就是当年度签发出去的保单 保费收入是一兆 1904亿 那如果拿这个来跟 去年产险公司的保费比的话 就差不多接近十倍了 收险 那如果有效期限来看 我想用有效期限来对比 是比较不合理了 因为有效期限是累积 收险公司过去 卖这么久 然后人就在收费保单 这样有两兆多 这是我们拿产险公司 跟收险公司来比 那这个是我们去年 我们产险业做的 所有的险种的比重 因为这就牵涉到 等下我要请教各位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民众 一听到产险就会想到 那个公司在买的 企业在买的 工厂在买的 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也可以看到 这个比重上看起来 其实最大一块就是车险 那车险这是民众 很重要的保险的工具 还有健康险 伤害险 伤害险就超过10%了 另外责任险 也有到6.1 那等一下也要请教各位说 这些保险里面 有哪些是我们 民众应该可以用得到 比方说火险等等 好 那我想先请教我们 我们三位总经理 对 周总先来 刚刚要解释一下那个渗透度 因为我们常常在报庄上是看到这个报道 渗透度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记忆没有错的话 渗透度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残险公司 保费收入的总金额 除以我们的GDP的总金额 都出来了 那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统计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国人花债买残险的钱 跟花债买受险的钱 这样来看 那花债买受险 用美元来看 201年 受险是2757块美元 残险是614块美元 那这样来看的话 比重大概也 残险也只有受险的五分之一而已 那这个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民众会把很多钱拿去买受险 但是拿来买残险的比较少 这可能原因是什么 我这边想 这个原因大概可能跟商品有关系 一方面我个人认为受险 有一些是当然一些比较长期的 甚至有储蓄型的 甚至有投资型这些商品 这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尤其我们中国人 可能在储蓄方面比较美德 还比较有这种美德 那相较于受险的这边的残险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商品 大概都是比较短期的 而且有一些是 比如说是责任险 比如说汽车里面有些责任险 或是它的财产的这个损失险 这一方面 它相较就比较没有 好像过了一段期间 这个就自然满期就没了 它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这一方面 保险公司可能还在强化了 我个人的基本上的这个理解 是给大家做参考 我想可能国人 大家也买保险 都希望说我今天缴的保费 若干年后能够收回来 然后不但有回来 加上利息 那实际上保险 大家国人的认知 可能还不大完全的了解 保险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如果会买保险的人 是对于纯风险的 反而更需要买保险 对于发生机率比较低的 一旦发生的话 会造成很大幅度的 这种事故的话 反而更需要买保险 我想这方面可能国人 对于产险方面的花费 他大部分都倾向于买个最基本的保障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买的 这个强制险之外的 第三任责任险 普遍来讲保的不太够 那另外 现在国债保险是因为银行工会贷款的需要才买的 所以我们整个市占率只有30% 投保比例非常低 如果不是政府的规定要买这个住在国债保险的话 可能这个投保率是更低 我想是跟国人的有关对于风险的管理的认知 不大够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周总 你的观察呢 我的观察 当然他们两个都把我话讲光了 我补充一两点 第一个 我们现在的整个家庭的理财 大部分大概是以太太为中心 所以很多好先生都把钱交给太太去做规划 太太最care的就是家人的身体 还有健康 将来的养老的问题等等 那另外产险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因为它有需要才去买以外 因为大部分都是企业的 企业的险占的比例比较大 那这个在整个以我们家庭数来讲 跟企业的加速来讲 这部分可能我们家庭数字占的比较多 那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参选的这个保费 大部分高到有时候几百万几千万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选方面的这个保费 大部分就是每个家庭或个人 只要你肯买的话 应该都可以付得出来 所以有人建议就是说 每个家庭主书如果说能够再买菜 买当季的水果 不要去买高贵的水果 那这样省下的钱就可以买一张 健康险或者伤害险 没错我想很多人对危险的认知都是 就集中在我这个身体 那不是跟身体有关的 大概就比较容易看不到 可是其实有很多风险 是比我们自己本身的风险要更严重的 那我不晓得如果以财险公司的商品来讲 现在普遍我们民众比较不会去想到的 很重要的风险可能有什么 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 大部分在个人的风险 个人的责任险方面 那责任险当然一般都想到说 只有开车这个部分 其实个人的责任还有其他的一些责任 这一方面好像大家比较忽略了这一部分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我也觉得责任保险大大可能忽略 尤其是现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 对于求偿意识也越来越高了 以往的万一个死亡车户案件 也续五百万再解决 那么慢慢现在会逐渐逐渐往上走 那未来可能每一个汽车驾驶人 可能对于责任险的保护的需求要更高 另外对于个人房子 对于一些责任保险也不要忽略了 因为房子越多其实风险是越大的 除了买基本的活在保险之外 也应该附加一些高额的责任保险 一旦房子设施所造成第三人 或者其他的一些意外事故 那么这边可以有一个合理的保障 这是我的服务 好 听完了您大概了解了 你不要以为参险跟你没有关系 真的非常有关系 我们休息回来再回来听听我们三位总经理 怎么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